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那今天是12月27號 今天是禮拜四 那昨天我請投資朋友 要注意看我電視節目 要我解蘋果給各位看 我老早昨天就知道蘋果落底 今天做反彈 那蘋果做反彈的話 那美股會不會做反彈 那很多人說老師 你不是想說你什麼都會算 我跟你講我昨天就已經知道 稻窮已經落底了 怎麼算的 我當然知道 但是我不方便交給各位 我只告訴各位 我所有的技術分析 用結構我可以算得出來 低點跟高點 那我昨天有跟各位講 9635 9635他會假跌破爭反彈 我有沒有這樣子講 有對不對 你要注意陸續看我電視節目 我電視節目都是有連續性的 一般的分析人員 反正也不講這個 就每天都大賺對不對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你如果看投顧老師在講績效 他100%是精光檔 我跟你講你有在聽嗎 不管他形象多好 學歷多好 不管他口條多好 那個都沒有用啊 我直接在教你如果去看 一個投顧老師真誠的一面 那我都把 我都把重點的高低跟各位講 我有跟各位講盤 我有跟各位講 被動元件矽晶元 元旦過後會大漲 那現在是做一個 所以壓低吃貨 我在講你們都沒在聽 昨天不是告訴各位 昨天國劇跌得很長 我昨天有沒有跟各位講 昨天國劇尾盤下殺 有人在買 你看得懂嗎 你看不懂啊 為什麼我懂 技術分析啦 我不只有看波段 短線上我就知道 今天國劇咧 有沒有跳光散開 昨天最低314 多少人砍在310幾 今天開盤上來一看到 哇 美股大漲1000多點 跳進去 今天會漲 但是不可能漲兩三百點 為什麼 因為外資不在 不在的話代表沒有量 沒有量它不會彈太高 我昨天就已經知道 但我昨天就已經知道 美股今天凌晨絕對大漲 那我不是告訴各位嗎 看門道不是看熱鬧 我跟各位講 蘋果八幾塊 我就知道會漲到130幾 然後來到這130 我做138 然後這裡做一個平台 我就知道它會漲到230幾 然後230幾 我就知道它會跌到這邊 會做止跌 我都寫給你看了 144.48 昨天蘋果最低146點幾 見低做轉 就做反彈 而且漲了10塊錢 蘋果會漲 道瓊都一定會漲 我是告訴各位 結構上 你不用去看什麼 Amazon 不要去看什麼Google 對不對 你就抓Focus 重心的阻跌股 蘋果什麼時候就做止跌 那我都可以算出來 然後我還跟各位講 金軟三息 我這已經在交技術分析 五轉折聽得懂嗎 廢視係數 我在講五轉折 除非你學過廢視係數 不然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四轉折 這月線四轉折是12月 五轉折是一月 那跌下來 你當然是在12月底不多 然後呢 一月開始會漲 蘋果會漲 大盤不會漲 頭肚子在你做那麼多 我看很多的分析人員 1萬1千多不看空 跌到9千6 9千7 9千8才在看空 跌了1千多點才在看空 股市不是漲上來做追 跌下去看 看壞 5483 有跟你講過嗎 來 5483 我股市都漲在這裡 你都沒有 你不能說股市 說起來好像很難聽 都沒探到 告訴你這裡多底 這強烈多底 這叫中美金 環球金他媽媽 有沒有告訴你 你砍在這裡 你慘了 這裡是利空 有沒有 支出減少 外資大砍 對不對 然後呢 獲利又減少 需求減緩 我證據有沒有留下來 有 之前有很多投資朋友說 老師 你每一次證據要留下來 來 注意看這裡是不是多少 都在樓底家 我這裡都沒看到 我沒有看到的啦 就知道了 對不對 那第一次在這裡叫 投資朋友要買 這裡是押回跌市破線買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我的算法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外資的潮盤法 跟我是一樣的 都是押回整理破線買 這裡叫你要買 我這裡賣 這裡 警告你不要買 賞戶 這裡抗壞 這裡抗好 抗好在這裡的 你買融資 單一個股一定被斷頭 是在這裡 那第二次回來 我就知道多底 強烈多底 來到這邊 有發布利空 不用客氣進去買 我12月25號 有沒有這樣跟各位講 還畫這個給各位看 賞戶買這裡 賞戶不會在這裡破線 你就要注意買點了 那你算出多底區 強烈多底是61.66 然後呢 多底是61.66 強烈多底是656.88 你在這邊 你就80啦 無所謂賣 查了幾千萬什麼價格 他會不會漲 會啦 蘋果也跟各位講 我在講你有沒有在聽 那道瓊 道瓊的部分 來 道瓊的部分 我沒看到我能不能算 我沒看到我能不能算得到這低點 當然可以 我蘋果會算 我有什麼不會算的 包括 包括這裡 加權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叫做這麼久 那一代 九六三五一破他會是 假跌破 假跌破 會增 增反彈 那今天呢 彈上來彈一百六幾點 一百六幾點 那重點呢 明天還是會彈 然後元旦過後 彈得越兇 為什麼 因為外資回來的 外資回來的 外資回來的 外資回來 他就有量 他會出量嘛 他會開始 進出會比較頻繁 有量就會有價 那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一個所謂最簡單的看盤技巧 外資在休假 他看到這裡就知道 這裡有人在做撐盤嘛 那跌破這裡破線兩天 九六三五破線以後 這裡是量縮 量縮 我不是一再跟各位講 一而再 再而三 三翻兩次 而且不只一次的提醒 低量是低檔不為頭 是為底不為頭 那我還有沒有其他 特殊技術分析 我跟各位講 有很多特殊技術分析 那個是我保留給我會員的 你不能讓我脫光光 都給各位看啦 那我跟各位講 它會漲到哪裡 這裡會 你注意看這裡 我都有去算到這裡 但是根本這裡連結 這裡都不會來 只到9478 根本都不會來 然後呢 這裡賞物都看法破線 這邊不是告訴你 九六三四嗎 一點金 兩點金 三點金 四點金 五點金 鐵破兩點亮縮 做右空 然後是上來 然後呢 一堆人就在空 國具 租頭 1300 1900 800 700 不空 空在 利空 外資說會跌到260 你在310 320 就給他放空 這就是投資朋友 高檔 因為他不會算高點嘛 1310 我說國具要砍頭 沒人相信 跌到300 310 我先買上去 381 我377賣掉 押回 我第一波是不是跟各位講 有途為政 起漲 這裡告訴你 第一 你在這裡做放空的 第一次 這裡放空一定會被斷頭 一定會被融資斷頭 會到426 結果到415 415下來以後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來到這邊 利空下調到260 外資下調 記住 股市跌了一段 那外資下調到260 你用我的技術分析算一算 你就知道 原來這裡有一個296 有沒有看到 這裡一個309 最低309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308押回占買方 我在講 賞戶不會聽 賞戶只會看每天 哪個老師漲 漲最多 這裡 這裡誰買的 作手法人 這裡誰買的作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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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在這裡做一個 所以壓低吃貨 對不對 壓低 是不是告訴你 下調260 日期要不要給各位再看一下 12月14 12月14 這裡調260 再上來 就這樣 那昨天做一次的右空 對不對 昨天 你自己看我昨天節目上面講 昨天國巨從336跌到314 我是不是在指的節目上面講 從那一段跌下來 是賞戶再互砍 主力作手 再買 再買 今天跳空上開 跳空上開 又一堆人進來追 對 基本上你連tempo都抓不到 那今天還是一樣 321會漲 漲7塊 明天再給各位一次機會 那我就再給各位一個機會 再來元旦過後 他就欺負阿嬤 賣這個最大的 你聽得好嗎 那我這邊要給個什麼 那些人背樓梯 補補高 步步高 步步高一定會說什麼 被動元件 馬首四瞻國巨 馬首四瞻中美金 不要去買環球金 環球金它媽媽是中美金 對不對 中美金低檔怎麼跟各位講 第一次低檔叫你買 你不會買 48.1 結果到47.1 然後漲上來 我說你在90.5 90.1你去買的 一定會被融資斷頭 單一個股 押回來以後 來到這邊不用客氣 非洲斑馬 給他黑白買 這裡破線 這裡是不是破 破線不能買 我在講說 贏家基本觀念 我在講人都沒在聽 不能做三號 你如果是三號 我現在 善盡高資的EU 如果你沒有學我 事先預算的技術 低買高賣 你最好離開這個市場 不然你會做得越久賠得越多 我苦口婆心已經在暗示你了 有學到我事先預算技術 你OK 永遠低買高賣 你在相對低檔買就好了 那相對低檔買 如果再跌下去 除非大盤有很大的變化 不然主力做手外資 會在低檔再做加碼 你放心 我錯的機會很少 那上癌 漲上癌一堆人看 我就閃了 我有跟各位講 這一波漲上癌 對不對 這裡會先看到 然後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9634 9635 這裡不是告訴你假跌破 然後呢 假跌破會增反彈 這裡會來 未來漲到這裡 一堆人看好了 我會失無安酸 我都是低買高賣 這個高點這裡酸出來 這個低點這裡酸出來 這個高點我前面有酸出來 這個我這裡懶得血了 那壓回來這裡 我就知道這邊是右空 右空 了解嗎 你有中美金有國巨的 你就跟著我 再跟各位講一次 贏家 所謂贏家 就是所謂的法人 高手 作手 跟郭憲政這種人 我們都是在押回整理碟市 破線才會買 不是買現在在漲 或漲一大段的股票 聽得懂的請舉手 所以我跟各位講 各位有沒有發覺 越來越多人在找我 為什麼 因為投股老師 只有我一個人是在低檔買的 其他全部都在講績效 有賺多少 然後都是灰車過在奔秘 你知道嗎 灰車過在奔秘 不會浮 都是漲上來抗好 跌下去抗壞 那我之前跟各位講 9635不會破 破了以後 要看有沒有帶量 沒有做帶量 我算到蘋果股價 我算到稻窮低檔 我都已經算好了 我就知道原來 他是假跌破 因為沒有帶量 所以他會增反彈 那反彈上來 賞物現在有沒有看好 不會 賞物為什麼說看好 元旦之後看好 再來追 小弟在下不踩我 已經事先上車了 等你再追 有一些人會是最後八雅鼠 追到最後面的時候 我算出來 扣高轉折來到空底區 不好意思我賣了 那個時候一定是利多 我再告訴你 台股上看1萬1 9400 9500不買 漲到1萬多才買 這就投資朋友 國際的1300拼命追 1800 700拼命追 跌破300 用力砍 加強又鹹半空 對不對 國際會談到哪裡 目標價會談到哪裡 老早就算好了 我先預算那個價位以後 在行進過程裡面 我會做調整 那我告訴各位 國際跟中美金的高點 是我賣的 為什麼 第一我會算 第二個我在節目上面講 很多的法人看得懂 郭憲政是一個starter 他還賣 所有人會跟著賣 但是 他我們事先的默契都知道 那高點大概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 這些所謂法人 還會發布力多 那我會賣 法人也知道 他會賣 所以我的操作模式是 都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說法人會這麼做 因為長期下來 我做到脈絡 原來我的算法 主力作手 跟高手跟外資法人 也是這樣子算的 聽得懂嗎 甚至我領先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互相之間都沒有溝通 就以我這個節目當溝通 欸 郭憲政這樣 所以你看 我是不是說這件假跌破 其實他們認同 欸 郭憲政講這樣 然後就開始start 然後重點呢 你以為 你以為那麼乖喔 蘋果股價呢 欸 那一張到哪裡去了 蘋果股價在哪裡呢 欸 我叫你們看節目 你們都給我 你們都給我 我來叫你們看 你們都要注意 你們都免得給我注意看 給你寫這麼勉勉勉勉 今天捧夠 建低大反彈 帶動所有的科技股 美股大漲 倒窮我一樣會算 你認為有臭幣也好 隨便你啦 我只告訴各位 相信我的人非常多 那個都是高手 還有部分 賞戶看我電視節目 看久了 啊 真的要跟著郭憲政學 好 再跟客 再給各位一次機會 探錢黑基斯里找我 想要成為高手的找我 想要低買高賣的來找我 有大資金的歡迎你來找我 嚴禁於此 聽得懂的人就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增大資金有強烈賺錢意願者 或是想要成為高手者 想要永遠低買高賣者 0223898689 023898689 這個電話號碼 你記住 保證你 早打晚打都一定要打 越快 越快越好 愈快越好 愈快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可以给各位扣高低转折 昨天就知道今天会扣低转折了 有没有看到扣低转折形成线上做多盘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都事先做预算的 然后我每天一千多档 我会筛选出来大概是四档左右的 一千七百多档股票 我会筛选四档再低档的股票 这都很有帮助的 这都事先讲的不是事后 那这个就是我再加投资朋友的 你看 好啦 时间不多 没办法给各位看太多 反正你就废话少说 你就加入赖族群 我赖族群会给各位观念 会给各位未来会涨的股票 低档出量股 很多人都没再给我注意看 我说的股票都是低档出量股出来的 时间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他绝对在低档 对你有没有帮助 有 这种技术分析哪里有 郭宪政有 外面没有 你的 不管你是软体的 或是你学技术分析 都是涨上来才买对不对 我已经告诉各位了 股价涨上来才买 You are wrong 股价是在事先算出来 在低档出现利空进去买 了解吗 就比如讲 来 苹果股价 我就知道会算到多少 昨天叫你看电视节目 我有在叫你们再看 你有没有再看 没有再看你就惨了 昨天我就知道今天会做反弹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就知道 砍 2327的国具的 昨天砍的人可怜 砍在地板今天在这里追 三桌 四桌 十桌 高停 短线操作都不懂 波段怎么做 对不对 讲到我今天我们再去 其实我是看到投资朋友 追涨三跌 三桌 四桌 十桌 高停顺 没有一个所谓的 事先预算高低 我跟你讲传统技术分析 做不到我事先预算高低 而且价位都很明确 价位都很明确 高低点指数个股通通都一样 昨天告诉你的 昨天告诉你的 我懒得做调整 我可以做调整 调整出来 高低点都差不多 不是告诉你 这个点不会来 这个点会过 我昨天就已经跟各位讲了 我知道今天会大涨 我如果是事后 你搞不定 我跟各位讲元旦过后会涨 外资回来 长到你罵买人一项 你懂吗 这结构还有很多特殊技术分析 我不会在节目上面讲 我直接给各个答案 但是重点是 你要学你也知道啊 我会教你 大资金想要成为高手 想要摒除你之前追涨沙迭 摆脱你赏户命运的 欢迎来找我 欢迎来找我 明天压回一样嘛 压回一样嘛 那听得懂我的言语的 你就来 你就来 早跟晚 保证你跑不掉 我已经善尽告知的义务 很多人 都跟着我这么做 摆脱他们赔钱的命运 你想不想 想你就来 如果你继续沉沦 那我也没办 生心言主人好 那就祝你一路顺通 今天到此结束 祝各位明天 超版胜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